還是在2.33之後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用2.33當一個分水嶺 當然如果說你要再兼顧的話 你可以在2.1 2.1的那個開發環境的話 那2.1、2.2以後都可以 所以看你要不要兼顧到 所以這點要特別注意 那按確定之後我們這個環境就OK 然後再把它怎麼樣 Android Manager 部分的話 就是看一下 有些要裝有些不要裝 那我這邊是已經裝了 所以裝過之後的話呢在旁邊這邊有個Status這個地方 就會出現有沒有 我這邊有裝的 好有裝的 Install Install 但是有些東西 你不一定說你 Not install 有些我可能 我用on 但是這個如果說我不希望暫時不裝的話我就沒有把它打勾 當然不一定說全部都裝 因為全部都裝的話浪費 浪費你的硬碟 這個這個空間 然後還有2.335有install 那2.335也只有install什麼 Install這個 就SDK的Pattern Phone 那其他 這些我都沒安裝 因為可能暫時用不到 那如果你要用的時候你再把它打勾 Install 就OK了 所以這個Android Manager 其實還蠻方便的 你可以隨時要增加或減少 另外的話呢 再怎麼樣呢 這邊有個 旁邊這個是 AVD 有沒有 這個就是你的模擬器 那這邊的話 New一個 你可以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Device 那這個Device的話 看你要是哪一種手機 你可以是比如說4.3的手機 然後Device你可以選一下 這邊的話有好幾種 這個Device可以讓你選 那當然標準的話是Nexus 如果手機的話 因為Nexus是Google的有點像公版的手機 也就是說 他會先出Nexus之後 然後呢 這個公版大概就是以這個當成是一個standard 就是大家都以這個為一個標準 那比如說我今天的話這邊有個Nexus 4 然後就選這個好了 以這個當成是我的一個 我要將來要輸出的 Target的話呢 我是用 看你是要哪一個版本 的一個手機 基本上呢 我們手機我們用4.3 也是4.3 然後這個CPU是on的 模擬 然後其他的話 Camera要不要 基本上不要 如果一般你沒有用到Camera 就是照相機的話就不需要 那其他的話 SD card的空間看你要不要 通常的話 你也不要給太多了 給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呢 你會發現 你的實體的memory 他這個地方用的就是你的實體的memory 所以你這一台電腦如果你裝的memory 記憶體不夠 你可能就裝1G的話 那你 他就會把 他的模擬器 會吃掉你實體的那個 這個這個 記憶體 所以基本上呢 好像會 會出現這個 有沒有 會有出現 訊息 所以 RAM不用太大好了 那RAM的話 比如說你給他 給他個 256太大的話 那你給他個 50好了 給他個50 還是警告 還是警告 啊 這這太大了 對不對 那這幾個都會用到 這個RAM的話 他用到 19 2Gb 因為那個 Nexus 4的 預載的 RAM就是2Gb 所以你那個 他給512就好了 512就可以了 因為512大概run起來 還OK 因為我們 我們現在的App還不大 那你不要給太小 給他512是一個比較 一般的數字 OK OK 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run起來 那我們按一個run 之後的話 他就會把4.3的模擬器 給run起來 不過呢 建議各位就是說呢 這個模擬器 還 非常的 消耗CPU的 支援 也就是說 如果你這些電腦 如果等級不夠高的話 基本上 就不要玩 模擬器了 為什麼 因為 至少沒有i3以後的 版本的話 我試過啦 如果用i7的話 這個模擬器開機的 時間大概是 1分鐘到2分鐘 如果i5的話 那再double i3再double 然後如果你是 前面的話 那再double double 所以